今天给大家捞了五陆逊啊 这个武将牛逼了 我真的没想到第二个五苗系列的武将 直接就把咱陆神给出了 可见咱陆神的排面啊 我一直觉得陆逊是一个很被低估的人 史书上他就没有败记 他就是刘关章三兄弟的终结者 一战魔语取经 配合吕蒙偷袭关羽 夺取金州 二战火烧一灵 直接把六倍集团打回解放前 陆逊对东吴的重要性 就和丞相对季汉一样 没有陆逊啊 东吴会弱小非常多 也没有什么话语权 更不会成为三国最长命的国家 我想这也是整部三国制 为什么单独列传的陈子 只有陆逊和丞相两个人的原因 当然说这么说 历史上的陆逊牛 跟这五陆逊没啥关系 这五陆逊很好 但是对于我来说 肯定还是不如我标陆神 连走四十四张纱 咱先看五陆逊的插画 这个插画采用了寓意这么一个惯用的手法 也是用一个陆做背景 陆是美丽的象征吧 华美 壮丽 很符合咱陆逊 谦谦君子 无人如鱼的形象 幽丫角还有一只猪雀 猪雀象征新生 火热以及创造力 我陆神虽然谦虚 但我的战斗力是不弱的 夜火硬冬水 无知战敌营 该狂野的时候 我也会狂野 这也是一个一体两面的插画 还可以 主要是我陆神标志的马来剑回来了 那还是蛮帅的 再来看技能 武陆逊是一个三血三技能的武将 一技能熊木 每轮开始时 你可以将手牌 补至体力上限 然后将任一张牌 随机置入牌堆 从牌堆中 获得等量 点数为八的牌 这些牌 补至于你的手牌上限 也就是说 武陆逊 每轮开始时 他都能给自己稳定的诫命 把牌 稳当的 给自己补至体力上限 那就说明 武陆逊 基本上很难会缺牌用 然后遇见 我不喜欢的牌呢 我还可以把它给制衡掉 从牌堆 或者是七牌堆中 获得等量 点数为八的牌 这些牌 还不占上限 那咱这里可以看出来 以武陆逊 相关的数字是七 到陆逊 这边是八 一个解释说 火烧连银800里 来个八 另外一个解释说 陆逊是汉末三国 武妙十三节中 第八个去世的 对吧 这武量是第七个去世的 那这个说法也能对得上 那武妙系列的技能设计 看来以后都要跟这个点数 跟这个数字挂钩了呀 那点数八都是一些什么牌呢 咱看一下 七张杀 三张闪 一张桃 一张无中生有 这些牌还凑合 很多都能用出去 无论是在回合内 还是在回合外 那能用出去 那就是还不错的牌 为什么呢 等会再说 接着看 熊木还有一个防御端的效果 你每回合受到第一次伤害时 若你的手牌数 小于等于体力值 此伤害减异 这个防御还不错的 我就算没什么手牌 我很空虚 没关系 你的伤害只要没加伤 那打我就没有用 不过这个效果 与之前那个八点数的牌 不记住你的手牌上限 有冲突 就你虽然说能多存牌 但你要存多了 你这个防御端的技能 就不太能用得出来了 需要你自己去取舍 可能设计师 就是故意想通过这种效果冲突 来侧面把控武将的强度 实现动态平衡 这种手法咱之前也见过 咱继续看二技能张才 这个技能才是五路训的主技能 你使用或打出点数为八的牌时 可以摸X张牌 X为你手牌中 剩余点数为八的牌的数量 且至少为一 张才这个技能就简单了 用一摸多嘛 白纸孩子就写这儿了 你单看这个技能肯定不算强呀 你不一定有八嘛 但是你别忘了 咱五路训一技能 它可以找八 还是把手牌补满再少 就比如说你第一轮开始 你四张牌肯定全换嘛 四张八 那到你的回合 你用第一张八 它就能摸三张 第二张八 它就能摸两张 以此类推 随便搞啊 一回合轻松的就过五过六 也没有什么负面 当然这样玩是不求上进的玩法 你要求上进 你就存一些八 到后面几回合再用 因为点数八的牌的 不进入手牌上线嘛 下轮呢 你再把之前其他存的 寄入手牌上线的牌 再换成八 那你再动 就能轻轻松松的 用一摸四 用一摸五了 就刷起来了 这个过牌量搞得连统什么的 几率真的不低 我五路训没啥用牌能力 就主打一个疯狂过牌 把那些年 因为卡连赢没过的牌 全给它过回来 咱继续看 五路训的技能还没收完 还有高手 签定器如闲 出牌阶段 你可令张才改为所有点数 均可触发摸牌 直到你的下午开始 我先给大家说明白 这个技能的意思 不是说你开完限定器之后 你随便出一张牌 然后就可以根据你手牌中 八点数的牌数量摸 而是当你使用牌时 你摸X张牌 X为你手中 剩余此使用牌 点数的牌数量 对 你用什么点数 看什么点数的牌 用7 那你就摸 手牌中 剩余7点数的牌数量 这个你也不用质疑 实战中就是这样 你要按之前的那个说法 那你不胡闹吗 你只要能胡 你随便存五个八 六个八 那你开个大招 随便用一张牌 就用一摸五了 那牌库都能被你过烂呢 比那什么足中会还拟天 但即便是这样 这个限定器也很强 你就等你手牌 积住多的时候 用这个限定器 那再怎么着 也是用一摸一啊 那有个连弩 也是随便过烂排队啊 这个武将主流玩法 我个人感觉啊 那嗨胆是存八滚雪球 存个五六张八 七八张八 然后通过出八 把手牌量拉起来 再把过的这些牌 当你下一轮 再换成八 这一来一去不无敌了吗 对吧 八里边也有闪 和外出啥也能摸 那出啥也能摸 还有一张无中 那也能摸 再然后开个限定器 出啥都能最低摸一 这个时候 你就是小哥拉一号了 那过到AK 就差不多就秒悬场了 就你这样玩 在人中少的模式 就无敌了呀 都地主模式 当地主就乱杀 当然呢 这个五六训 他也怕拆迁戏武将 因为只要他手中的 把全被搞掉的话 那他就很难再刷起来了 不过六训要没牌的话 那这个时候 前面的防御端技能 收牌数小一提值值时 受到上一减一 反而就有用了 我六训 说不定还可以东山再起 这五六训 真的蛮强的 比想象中的要强 玩法也偏无脑 就没有信仰可言了 过牌过得太稳定了 我六训 想过这种安逸的生活吗 来一点刺激吧 很多朋友说 这个武将是暴将 那你这就没说全 要我说 这个武将 他就是一个稳定的暴将 很逆听 步步为赢者 顶无后顾之余 民工构中藏龙卧虎 放之海内 皆可撑闲 金蹄莫比 惠乾坤 湖海天色 山永春 手蹄玉剑 赤千军 昔日锦礼 画金龙 这个武将 要是